有没有一些漏网之鱼呢 被某一个行业的繁荣而带动出来的 Sidepark的投资者对他的信心呢 回来了股价有明显的回升 Hello各位同学们你们好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视频更新 那我们在2023年的1月份啊 有一个东西如约而至 那就是January effect元月效应哦 怎么讲呢 每逢我们股市啊 在1月份农历新年前的时候呢 很容易有行情的哦啊 鬼佬那边呢 有这个Christmas Rally对吗 圣诞节的这个行情 那我们马股这边呢 比较喜欢讲的是元月效应 刚刚这个1月份的元月效应 主要的大家会看到啊 科技板块好像重新有了起色哦 就是在1月12号的晚上 美国的CPI数据出来了 主要是CPI的降温呢 令到投资者呢 重新对2023年的这个 全世界的股市行情呢 又重新添上了一份期待哦 这个是DH2023年1月13号的一篇 转发Bomber的报导啊 US inflation cools again啊 然后大家期待美国的美联储呢 可能会有在利率政策上面的 downshift啊 降党 是不是暗示着要降息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最新公布的2022年12月份的 这个通胀数据是多少啊 6.5%是符合预期的 而上一个月11月的时候呢 是7.1% 那这个跌幅还是相当明显的哦 起码比再前一个季度 10月份7.7跌到11月的7.1呢 来的更加明显对吗 我们之前在2022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 看到美国的通胀数据去到9.1% 但这个不是核心通胀啊 但是这个9.1%的这个数字 吓了大家一跳 因为再上去的话 就double digit的这个inflation了哦 现在经过这半年 因为2022年美联储接二连三的 直接加息0.75%0.75%对不对 那么现在看到初步效果显现了 CPI数据的回落呢 令到大家 对于2023年接下来美联储的这个加息 不会像2022年这么的猛呢 大家市场上面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了 我们再看回啊 美联储现在的这个利率呢是4.5% 而很有可能在2023年呢 还会加两次利息的 这个是现在市场上面的投资者 一个也是共识吧 那至于是加0.5 0.5也就说再加多1%去到5.5% 还是加0.25 0.25去到大概5%左右 或者一个0.5一个0.25加0.75% 那么最后的美国利率会在5.25%这个地方就停下来呢 比较多人目前对2023年的这个展望是这样子的 所以对比2022年去年的这个疯狂的加息对吗 哇大家看到直线上升的这个利率呢 对股市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压制作用的 那如果2023年美联储的加息不再那么猛 那股市大家会喘一口气马上就刺激了什么呢 科技股的走高 因为我们看到呢2022年啊 美联储这样子厉害的这个凶猛的加息啊 对于科技股的影响是最厉害的 因为科技股之前涨的最多 泡沫成分也最大 那么一加息其实就是刺破泡沫的 2021年的第四季度啊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去到16000点的水平的 然后呢在2022年的年尾的时候呢 它是在1万点出一点点 哇整个2022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回调了6000点 这个幅度相当厉害 而在刚刚12月份 道琼市工业指数的回升呢 并没有对纳斯达克指数造成什么样的推动 反而最近这个通胀数据的出炉 以及大家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的预期会调整啊 令到纳斯达克指数呢 现在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回到了11000点的这个水平了 同样的马来西亚其实进入了1月份 我们刚刚讲到的元月效应 其中一个板块 科技股呢 是借助这个美国通胀受控的好消息呢 走了一波回升上来的 我们也可以看看啊 马来西亚的 Technology Index啊 马来西亚的这个科技指数呢 也在最近这个星期呢 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了 那这个就是作证了 科技股的回升 美国那边是因为通胀可能受控 利率可能不在家那么猛了 甚至有些人会预测利率会下降的 but 我对这个看法呢 有一些保留 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 刚刚我们这边呢是看一年的 我们看看过去10年啊 因为美国已经40年没有通胀了 而2022年的这个通胀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回落到6.5% 但是从最高峰回落下来呢 我们也仍然在通胀受控回调的 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 所以美联储并没有官方的承认 已经控制了通胀 我们还是要对2023年的美联储的利率 政策呢要小心谨慎的看待的 可能他会放慢加息 甚至暂停加息 but太过随便的预期美联储会降息 造成热钱重新回到股市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呢 会走的太快 我这个预期可能会过于乐观 那么科技股可能会有回升 但是不可能在随便出现 两年前也就是2022年 2021年的时候的那种 所有科技股的疯狂上升 马股的投资者呢 对于我们本地的科技股 半导体类的股票呢 也要在2023年呢 保持谨慎 好第二个财经新闻 想带大家关注一下的是 一个马股上市公司的业绩公布 在The Edge的这个新闻里面呢 他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格子啊 Pan Tax Quarter Tree Profit Jumps 70% 那有一个公司的业绩增长了70% 那这个肯定对于成长型的投资者来讲呢 这个是有看头的 很多投资者呢 知道马股里面有一个公司叫做Penta 他是说自动化的 so这个Pentac差不多的发音呢 很容易大家就混淆了 这个Pentac呢 他其实是属于 Oil and Gas 又属于钢铁板块的 所以这个公司呢 跟Pentamaster呢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刚刚The Edge新闻讲到的 哇他的业绩出现了 year on year增长70% 所以股价呢 在公布完业绩 然后到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1月13号 星期五啊 他的股价呢直接跳升 曾经一度升超过5%了 最新公布的业绩截止到2022年的11月30号呢 营业额去到接近300个million对吗 是三年的单季度新高 然后净利润呢是3400万 也是三年单季度的新高 而对比去年同期只有2000万一个季度罢了 哇这个真的是增长了70%哦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谈股论镜视频里面 给大家提出这个公司的财经新闻呢 主要我们想带出的是一个观点 因为Oil and Gas的这个行业油气领域 自从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能源价格的飙高呢 令到全世界的游戏领域也是受惠嘛 对不对 马来西亚我们2022年去年看到Petronas 将他的资本开销提升到600亿马币 也会有很多的工程 发放给Oil and Gas的上游啊 中游啊这些行业的玩家 那么我想讲的是Pentac呢 他原本其实更多的马股投资者呢 是将他归类成为这个钢铁股的 Price to book呢 我们看到右边这边呢 呃长期都是低过一倍的 现在还是公司的每股资产在大概 呃九毛钱左右 但是股价呢也是 刚好在八角出罢了 那这样子的 长期被市场看低一线的公司 他很稳定的出现了增长 这样子的业绩增长呢是走的非常稳的 那么他就慢慢的得到市场投资者的这个认同了 然后股价呢就逐渐的跟上来 而且他还不断的派发dividend 令到投资者呢觉得哎 这个公司有赚到钱又有收到钱 还给股东这个股息回馈 市场对他的看法就逐渐形成流转了 那我想在这边给各位同学分享的有趣的经验 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板块被市场看好的时候啊 Let's say oil and gas 那里面的那些热门的第一线的公司 全部就会先被人家锁定 甚至推上来先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第二思维对不对 我们可以将眼光看远一点点 看深入一点点 除了第一时间被人家发现的 有没有一些漏网之鱼呢 被某一个行业的繁荣而带动出来的 刺激得到他的生意也跟着上升的 就比较间接一点的投资对象呢 间接的投资对象呢 比较考你的功夫 Pentech他的季度报告1月12号公布的 那在他的季度报告里面呢 他就有讲到他们的行业展望 这边就是要拐弯的地方了 他原本是一个钢铁公司 but他供应的钢铁产品呢 他不是用来建房子或者建warehouse的那个钢铁 而是很多的钢管主要是管类的 在油气领域里面呢 就会需要到这些钢管 尤其是海上的这个石油看探的服务呢 钻油平台上面呢 也会大量的用到这些公司的产品的 所以他是因为Oil&Gas的这个开发 还有maintenance的这个合约重新变多呢 而带动了他的产品的需求 很多投资者将他看待成为一个钢铁股 但是其实他受惠于Oil&Gas的这个领域 而且在去年2022年季度业绩 逐步走高 那这个就是一个证据来的 同样的例子呢 在其他行业也会发生的 比如CPO价格 中油价格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哎 哪个公司的CPO收成好啊 哪个公司的种植低皮比较大面积 but其实好像这个公司 5027KM Loon他是做棕油提炼为主的哦 他有种植元秋 但是他更加注重的生意收入呢 是帮人家炸那个棕油果 他其实是棕油提炼厂为主的生意业务 那棕油价格高的话 他会收费 棕油价格回落 但是占在比如现在的3000多4000一吨 那他的生意也会很好 所以在2022年啊 上半年有很多棕油股升上来 之后掉下来了 but我们也可以看到2022年的下半年呢 这个Kim Loon啊 他的股价回升呢 也是比起很多其他的种植股来的厉害的 更为深入的去看一个公司的生意构成 对比我们只是看一个表面的财经新闻呢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能够看到钱的地方 偷偷的告诉同学们啊 陈建老师我本身在选股留意的方面呢 也非常喜欢像这种间接的 不是很多人发现 但是他可能受惠于一些很蓬勃的行业 被这些行业带动起来的 这些个别公司呢 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冷门板块的机会的 那同学们如果想对陈建老师 我做这些股票的这个分析过程了解更加多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分钟的Wedmino 这个Wedmino里面呢 那我就有透露给大家知道陈建老师 我怎么样做这些季度业绩的分析 以及怎么样留意到这些季度业绩成长的好机会了 趁着我们现在免费开放给大家快快去看了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财经新闻 住在吉隆坡的朋友们呢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shopping mall 叫做Jaco mall 这个Jaco mall呢是专门卖 纺织品啊卖布啊还有卖衣服的哦 这个Jaco集团呢没有上市 但是他最近啊在我们马股的股市里面呢 制造了两个财经新闻 关联到两个上市公司 所以拿出来讲一讲啊 第一就是这个Jaco集团呢 决定将他自己的plantation业务 种植资产呢卖给一个Jaco的上市公司 叫做Halen 7501这个上市公司 他就是从这个Jaco group里面呢 买下这个种植类的资产的 那看来这个资产注入的消息呢 有造成股价之前呢已经提早上升了 另外一个更加令我还有 相信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吃惊的呢 是这个Jaco集团啊 之前买入了Sypark Resource Perhat的显著股权 因为Sypark之前要做一个Private Placement 屏幕前面的同学们 很多可能有看过我们这个频道之前制作的 这个视频讲解到Sypark的这个现金流 以及他的Private Placement的 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链接呢 复习一下哈 我们之前看到Sypark是一个现金流不漂亮 然后一直要做私下配售筹集资金来周转的 上市公司 这一次他好像找到一个大的码头哦 这个Jaco Group在1月4号的时候就宣布 他旗下的investment arm Jaco Capital St.Embra Hat Become the singl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Sypark Resource 然后持有27.33%的股权 那看来他买了他的附加股以外 还有其他的部分的股权 那已经变成Sypark的大股东了 那多了一个这样子的大股东 Sypark的投资者对他的信心呢 回来了股价有明显的回升 but当然现在多了一个partner 是不是能够在你的operating上面 持续的看到现金流的改善呢 我对这个呢还是有保留的 我们要继续观察 现在你短期的燃眉之急被解决了 之后你的生意能不能够继续创造漂亮的 现金流呢是比较重要的DH的报导呢 也非常负责任的帮我们呢 去挖了一下他的底啊 这个Jaco Group在2021的财政年度呢 是赚2600多万不是太多 营业额呢是4亿多 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水平 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有retain profit有8亿多 然后他的净资产呢有超过10亿 所以这个Jaco Group的财政实力比较强 也令到Side Park Resource的投资者认为 哇Side Park这次真的找到一个好码头哦 那么Side Park是不是能够在得到了 Jaco这一个大股东之后 他的生意表现重新回来 股价表现越来越好呢 那我们之后息目以待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同学们 请记得大方点赞订阅以及帮我们将 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关心马股财经 以及想在股市里面学习这些 有用的经验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我们平台这边呢 不断的交流好吗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拜拜